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2023年12月8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653天 先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东部战区北线库布扬斯克方向 俄罗斯人的进攻又变成了达卡莫斯 每天在第一河口地区和辛吉夫卡一带达卡一两次就收工了 过去几天没有任何战线上的变化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空军用JMLRS导弹 在莱曼附近摧毁了一架俄罗斯米8直升机 巴木特战区北溢比尔西夫卡地区的战斗依然非常的激烈 战斗的重心还是在水库一带 昨日俄罗斯人在东侧的铁路货站附近的一个迫击炮发射阵地 和一个弹药库被乌坎炮兵摧毁 在城市熄灭 俄罗斯军队正向赫罗莫夫以北推进 在巴木特西南的别墅区前进了420米左右 俄罗斯人反复在宣传他们已经控制了赫罗莫夫 但卫星图像显示的战斗地点和火炮攻击地点都表明 俄罗斯人又说谎了 这里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在维扬诺夫斯基苗铺地区的托尔索附近 俄罗斯部队在装甲车的支援下 向地铁一北发起了进攻 与此同时 位于巴木特市区正西的T0504公路的重镇 伊万尼弗斯卡的战斗也很激烈 双方来回拉锯都未能占据上风 南翼 克里士奇夫卡 安德里夫卡 安东九米夫卡 一线的战斗十分血腥 但战线比较稳定 目前乌军防线主要在铁路线附近 俄军的进攻除了增加血地里的肉堆的厚度外 看不到什么别的效果 地内不合前线 俄罗斯官方每天都在说他们在这里取得了胜利 但这里的乌克兰桥头堡阵地的区域依旧在不断的扩大 尽管渡河部队还不算多 但乌军用右岸炮火和无人机部队构筑了25公里的防护网内 而俄军几乎没有任何防空和电子战系统等于裸奔 被乌军吊打毫无还手之力 不断有俄罗斯突击队被乌克兰炮火摧毁的场景出现 当然正餐还没有开始 现在不过是点心和开胃菜而已 马林卡顿捏茨克阿弗迪布卡战区 目前可以确定 马林卡西部仍然控制在乌军手里 战线已经挥布到阿弗迪布卡战役打奖之前差不太多的状态 前线的乌韩博主要求大家不要相信德国图片报雷普克 因为他多次帮助俄罗斯续散布乌韩前线的不实消息 甚至虚假消息 比如说俄军已经打下马林卡等等 这场战争和哈尔冲突一样 充斥着各种的谎言 要想接近真相 就必须小心真别扯远了 阿弗迪布卡前线 过去几天 依旧保持了平均每天打20场以上的高频次和高强度 在北端 斯特皮肤战斗仍在继续 俄军前天在村子南部向西推进200 昨天又被乌坎部队拿回来了 交化场方向 自从乌军第47旅接手阵地后 俄罗斯人再没能前进一步 东南部 11月份俄罗斯人在工业区实现突破之后 再未能取得任何的进展 俄军步兵至今仍滞留在工业区东南部入口处 西南部 过去两个月俄军在这里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反倒在乌军的突然的反攻下失去了一些镇定 总体来看 阿弗迪布卡仍然是2023年冬季俄罗斯的主要攻击方向 俄罗斯博主报道说 俄军参门部宣称他们的任务是在新年之前 占领会完全封锁阿弗迪布卡 阿弗迪布卡战役开始于10月6日 俄军在此投入了刚从本土抵达战区的3.8万名预备艺人员 以及此前诛杀在此的近万名士兵 截止11月20日 据驻顿涅茨克和阿弗迪布卡地区的俄军透露 10月增援部队因损失惨重 3.8万人所剩无几 从11月中旬开始 俄军再次陆续的从本土调集预备部队 截至到12月初 大约有2.9万名俄罗斯增援部队抵达阿弗迪布卡战区 武汉军事领导层及盟友都认为 俄罗斯存在一定数量的界限 超过这个界限的损失是不可接受 然后要么俄罗斯领导层做出政治决定 寻找退出冲突的方法 要么俄罗斯民众会以某种方式 反抗如此大量无意义的死亡 但到目前为止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这是扎鲁日内在经济学人上 承认武军的战略失败的原因 10年车臣战争期间 苏联在阿富汗损失了约15000名视频 第一次承认战争中 近两年时间里 俄罗斯伤亡人数达5000到14000人 在这次战争的结果 都以苏联俄罗斯承认失败并离开结束 但在俄罗斯因侵略乌克兰 而造成的损失已达30万家的今天 克里姆林宫并没有表现出停止的意思 俄罗斯人似乎对此也表示同意 这里面最主要原因是克工在这场战争中 主要动员和招募来自俄罗斯较边远贫困地区的人员 这些地区的人命价值比一辆拉达汽车还要小 但乌克兰则不然 他们将每一位公民都视为宝贵的财富 认为士兵的生命高于战胜目标 这是扎如日内最终改变和美军共同制定的 加布鲁尔进攻计划的原因 有条件朋友可以看一看华游的报道 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题目是反攻停滞 乌克兰再打一场剑胜直弹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昨天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日 泽连斯基再度表彰在抗俄前线立功的乌军驾驶 并授予他们乌克兰英雄称号 他还去医院看望了伤者 小泽还表示 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 所有被授予乌克兰英雄称号的乌克兰将士 以及阵亡乌克兰英雄的家属 都将获得国家奖励的公寓 乌军总司令扎日内在武装部队日 发表视频讲话 亲爱的战斗中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在乌韩武装部队的日子里 我感谢所有辛勤工作的人 我在你的攻击面前低头 在每一位士兵士官和军官面前 尤其是在今天 人们在激烈的战斗和枪林大雨中 在冰冷的战壕和废局中 坚守阵地 消灭罪恶的敌人 无论头衔和职位如何 你们都代表着我们孩子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们没有权利失败 为今天乌克兰武装部队中的 每个人感到自豪 乌克兰没有放弃 谢谢你 谢谢你们 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坚信 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 一定不会丢脸 感谢您的服务 乌克兰武装部队日快乐 为卢干斯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代表 奥列格·伯伯夫被炸死 前拉达代表和乌克兰人民的叛徒 伊利亚·基瓦被发现死于莫斯科 在俄罗斯入侵开始后 基瓦改变了立场 在俄罗斯电视节目上 发现他对乌克兰的仇恨 初步信息显示 这是一次乌克兰SBO的行动 乌克兰的初间行动水平 直追以色列人 又有巴米尔统 在卡特尔的斡旋之下 从俄罗斯回到家乡 哈马斯的释放人质 也是在卡特尔的斡旋之下发生的 有点意思 普京开始了他的付出之旅 在俄罗斯战机的护航下 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晚间又前往了沙特阿拉伯 会见了沙特王储 哈以冲突的确是拓宽了俄罗斯的国际空间 瑞典与美国签署的防务合作协议 美军可以进驻整个国家的所有的军日基地 瑞典国防部长保罗琼森表示 该协议为美国在发生危机或战争时 向瑞典提供支持 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生效后也将有利于整个北欧的稳定 美国国防部长 罗埃德奥斯丁在签署协议前表示 唯一比与瑞典成为朋友更好的事情 就是让瑞典成为盟友 分析家所说的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 遭遇了史诗级的失败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在乌韩的瑞典弓箭手炮兵系统 这是世界上发射最快 机动最好的155毫米自行火炮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激流弹炮 美国宣布从之前定向资金中 向乌韩提供1.75亿美元的国防援助计划 其中包括用于防空的IM-9M和IM-7导弹 海瓦斯的附加弹药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 高速反辐射导弹 布林肯表示 如果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不通过额外的资金 这将是对乌克兰的最后一个军事援助 德国国防部长承诺未来几个月 仅德国就将向乌克兰供应近20万发弹药 无论是战场内还是战场外 现在都可以说是自去年夏天以来 乌克兰最困难的时期 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盟友的支持并不稳定 美国队伍援助为党争所累 就是其中一例 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西方国家从来都不以决策效率建成 但胜在最后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这一点二战士曾经依靠西方绥靖 大战上风的德国应该有很深的体会 所以我始终坚信美国的队伍援助计划 一定能够通过 欧洲军援的力度也只会越来越大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从来不会缺席 说的就是这个了 当然正义的迟到 往往意味着太多太多无名的血泪 所以还是希望它早一天到来吧